好继续再来关心各乡镇的定期大会了 那么吉安乡长游淑珍率领乡公所的团队 向代表会进行施政报告 那么游淑珍先是感谢代表会友善的监督乡镇工作推动 未来公所团队也会在接下来的施政冲刺棋 也持续努力毫不松懈 游淑珍把每一天当作上任的第一天随时保持热情 对吉安筹向正面发展充满期盼 并随时回顾检视政策的完成项目与完成度 在施政报告当中 首先例举今年公所获得的几个奖项 这半年来的施政成果报告 在这半年来我们让陆平水沟通灯亮的基本原则做到了 我们也让乡亲的执行的意境和传达都能够完全的到位 尤其在今年里面 我们获得了满满的殊荣 在团队的努力之下 我们获得了亲近家园第一名 也获得了我们各乡镇资源回收A组的特优奖 更获得了我们道路养护管理全线的第一名 也获得了我们殡葬业务的优等 更获得我们公共图书馆全线第二名 以及我们连续两年灾害防治生根计划的两年的一百分的满分 同时我们在民防团的训练也是第一名 在我们的灾害防救业务也获得了我们的特优第二名 同时在我们今年的防训救灾的这样的一个抢险演习中 也获得了第一名的全线夹击 也获得了我们花园城市建构了三个铜牌奖 甚至于是我们代表了客与全国的竞赛 也获得了第二名 在我们的网络七岁报名的部分也获得了第二名 在我们整个原住民的规划的文物馆 以及策展解说员的评比 跟我们第六类的基优的奖项 也都获得满满的肯定 我相信除了今年这样的一个成绩肯定以外 我们未来下半年度要展望的工程也非常的多 有我们合成专丸的三千三百万 以及我们海淳秦深的一千一百六十万 以外我们的道路铺陈 还有几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执行工作 必须要来完成之外 现在目前在我们客委会也进行了一个跟读馆 要融合了我们原民跟客家的一个亲子阅览空间 三千多万的建设工程必须要来做执行 当然在活动中心我们也获得了这个全面性的耐震补强的工作 从去年一直延伸到今年 都必须把安全的建构留给我们的社区 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了几个市场的活化 我们已经把我们人理市场 庆丰市场来建构完成 紧接续的是北昌市场的一个改善建构的一个计划延伸 我相信建构要做的事物还有很多 我相信建构公所的团队会克尽职责来作为一个努力 让我们乡亲能够视心一居 友善安全的一个建设网继续的来努力 此外近年度也将争取相立幼儿园北侧建置移动 儿童故事绘本馆营造多元化的阅读疗育空间 推展圆客亲子越南的空间 劳幼共学 乡亲共购 不分日夜以及假日提供乡亲使用 推动管设全活化 作为吉安乡公所未来推展方向 记得林杰吉安乡采访报道